大家好 欢迎来长江说流美 我是长江老师 美国现在的情况很多家长跟我说自己彻夜难眠 我今天想讲一下拜登 奥巴马 川普 他们在以前的国际教育和教育整体的方面 他们都做了什么 那首先我们都知道放水才能养鱼 有文化才能做大事 你国家有人才他就能发展 个人有才能他就能成长 你这个道理中国都搞清楚上千年了 其实在美国也不是没人搞清楚过 从2008年到2016年 奥巴马和拜登当了八年的总统和副总统 副总统这个职位不同于一个大学有十几个副校长 全美国只有一个副总统 奥巴马和拜登他们是非常好的搭档和团队 奥巴马一上任 他就先任命了原华盛顿州长洛家辉当商务部长 2011年又任命了骆家辉当美国驻华大使 这是第一次有华人做驻华大使这个职位 可能有人还记得骆家辉当时在机场被人拍到照片 背着双肩包自己去买咖啡 而且他在国内的坐经济舱 自己也没忙 他成天发推特 他就得到很多的关注和好感 骆家辉这个人非常的勤政务实 在他上任的第12个月之内 中国赴美签证年发放量就首次超过了100万 而且在他推动下还实施了10年的签证政策 以前中国到美国签证都是一年前 非常的麻烦 后来是变成10年前 大家可能还记得 中国赴美的学生的人数 在奥巴马和川普的任期当中 从2007年的8.1万 上升到2016年的35万 在8年当中整整成长了4.3倍 而川普上任 川普就是这个宾大毕业的 这个宾大商区院 沃敦商区院毕业的 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大力的恐吓所有的移民和国际学生 尤其是中国国际学生不友好 川普收紧签证 结果2017年只有10%的增长 到了2019年赴美学生人数 比2018年首次出现了下降 下降了2% 这是2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因为在国际的大的格局方面 学生的国际教育 学生的流动性是每年增长大约5%的 所以到美国下降了5% 那就是有很多学生 原来去美国的 后来去别的地方了 那今年的大智子的人数还没有统计 但是肯定又是下降不少 一个美国的移民局的官员 内部官员亲口对我说 川普一上任 他就给移民局局长下了个命令 说要把美国的所谓非法移民数量减半 那川普的这种白人至上 本地思维加上偏执 就是他移民政策的一个基调 他就能把这么一手好牌 四年打的这么烂 这真是需要很大的这种偏执 所以在川普手下 移民局长换了四任 往下讲之前 请你点一下向上的大拇指 这样让系统能够把视频 推荐给更多的学生和家长 那你奥巴马和拜登 他们都重视高等教育 在奥巴马卸任的时候 美国的高等教育报 做了一个专门的回顾 说奥巴马是高等教育的总统 奥巴马重视大学教育 而且非常的不吝惜 在学生和教育机构方面的投入 他首次提出了叫免费大学 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加大投入 他超过以前的任何一位总统 那奥巴马呢 让美国大学的学历的人数啊 希望在2020年呢 增加到50% 就增加50% 他总讲自己的单身母亲 早上四点钟就督吐他学习的这个故事 那他也坚信呢 教育能改变人生 他自己也是这么样一个例子 而且他的太太也是通过教育改变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教育也能带来一个国家的强大 那在奥巴马和拜登的任期中呢 美国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观念的转变 就是说呀 本科的毕业证呢 逐渐成为学生 人生就业和发展的一个标配 而不是高中毕业证 那教育理念方面呢 其实这和中国的留学家庭啊 是很一致的 那中国很多留学家庭就更先进一步 他们已经呢 把硕士作为学业发展的一个标配 在奥巴马的任期当中啊 重视教育 重视科研 重视国际交流 那创建了 比如像奥巴马大学分数卡 这样一个大学的评级机构 这也是在川普上任之后 唯一的没有什么卡 就继续的奥巴马的这个项目 那这些工作呢 其实都促进了大学的提高水平 但在个人历史方面 对吧 奥巴马夫妇都是哈佛大学的博士 那米歇尔在做第一夫人之前呢 也在芝加哥大学做高管 而且拜登呢 也是法学博士 拜登的太太呢 做了三十多年大学教授 而且也是美国历史上为二的 这个全有权势工作的第二夫人 他们和高等教育的连接呀 是非常紧密的 而川普这个人呢 他的个性和背景啊 他都正好相反 你看他本科毕业 没有这个高级的学位 其他任何一个总统 都是有高级学位的 就算是不实的 他也是个MBA 是耶路的MBA 而且在川普呢 他自己的两个本科大学啊 他转学前的这个福特汉姆大学 和转学后的这个宾大 宾大商学院 川普都给人发 律师还威胁 说如果你胆敢泄露 我在大学的成绩单 我们就法庭上见 可见他肯定不是 什么成绩好的学霸 而且呢 川普最大的问题 他就是反制 在世界最著名的 这个科学杂志 就是Science这个杂志 最后也忍无可忍 在大选期间的 9月号的文章里 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川普对科学撒谎 而拜登的就不一样 他虽然毕业呢 不是在名校 他是在达拉威尔大学的 本科毕业 但是现在达拉威尔大学的 公共政策学院 就是以拜登的名字来命名的 这个在 以在世的总统副总统的 这个历史上是非常少的 所以你像川普这样总统 对吧 他嘴上喊着 让美国强大 但行动上呢 你却是相信神功 不相信科学 你像不戴口罩啊 什么 这个 消毒水啊 什么这些 都是很很搞笑的事情 这个在专家的眼里 在有文化的人的眼里呢 这和胡闹 没有什么两样 那在拜登的竞选的 教育政策中啊 他有好几条呢 都是重新开启 继续2017年被中断的政策 如果川普呢 能够顺利退伍 那么在教育领域呢 他真是百废戴心 去年呢 我见到了奥巴马的内阁 做了六年的教育部长的 这个杜肯先生 他说呢 在川普离任之后 如何给教育界止损 是一个巨大的工作 那么我呢 现在也希望美国大选的尘埃呢 早日落地 我希望拜登当选 那也回到正轨 重建正轨 那作为寻求教育的国际学生呢 他都是未来的希望 他们才是能让这个世界更伟大的人 而不是那些红脖子 好那我今天就聊到这儿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你的看法 可以留言 如果有关于对美国的这个留学 有什么疑难杂症 也可以私信我 也欢迎大家呢 点赞订阅和转发 好我们下次再见